大家都说有机食物好 但有机就等于低碳吗 所以我们在推的是 我们在地可以拿到的东西 种出来的东西 再回归这个在地 就是卖给在地人的话 那是最低碳 过去一只牛离一起田 现在全靠机械农耕 耕作一样会制造大量碳足迹 这区公园应该有一个香蕉圈 可以丢那些台风过后的树枝 地下人愁的水泥足灵 现代人如何做小农 希望你们可以常经过这边 还可以补一些东西 或是拿一些东西吃 这是你们的公园 不要盖大楼 要更多空间 大爱全记录 教你做个低碳的城市农村 如果您曾经观察过 现今的农业耕作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动作 都已经机械化了 例如翻土有耕耘机 插秧有插秧机 就连稻谷都不用日晒了 有烘干机带牢 比较起了过去 一块田 要有心情的农夫 任劳的水牛 完全是靠劳动 才能够养活一家人的生活 可谓是天壤之别 农耕机械化 节省了大量人力 农产量也大幅提升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机械化农耕的大量运用 和石油的开发息息相关 上个世纪以前 石油的价格相对便宜 每桶的价格 从来没有超过50块钱美金 也因为石油便宜 使得这些依赖石油 才能够发展的 机械化农业成本低廉 但是没有想到 产量大幅提高的同时 也造就了农业碳排放量的大增 这样的问题 在台湾有一群人注意到了 他们不是为了要解决 全球的粮荒问题 而成为农夫的 而是希望改良农耕技术 带给社会更环保 更健康的低碳农业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透过他们的故事 来探索低碳农业的可能与未来 春耕还没开始 位于花莲县寿丰厢的智学大爱农场 却热闹异常 阿美族的农夫熟练地收割苦桥麦 在经由脱力机进行苦力分离 麦粒研磨成粉后 可以做成桥麦面 是一种旧荒植物 为什么称苦桥麦是旧荒植物 原来这个远看像杂草的苦桥麦 过去多半被视为野生植物 没有食用价值 但近年来发现 苦桥麦的营养价值 居于所有粮食作物之手 而且有着耐极耐酸的特性 不管是高寒山地 丘陵平原 还是荒陵野地均可种植 对旧草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就是旧草用的 旧草用 因为目前台湾全球 五谷杂粮都缺嘛 粮仓都缺 那依照上人的指示就是 以五谷杂粮为基准 用的话比较不会缺米粮 像在瓷器你看 这种这个东西都没有 尤其的没有毒都是比较好 我们全台湾生 如果说是这个 我们大家都很健康 因应全球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 2008年 此际组成农耕队 并以花莲寿风乡的 智学大爱农场为示范地 开始以不伤害大地 尊重生命的方式来耕种 并将收成的稻米 小麦 蕎麦 黄豆等经济作物 作为祭品与国际赈灾之用 所以我们这边有四季豆 那个粉豆 还有那个豌豆 豆类像目前有三种 对 然后高丽菜 那萝卜像已经全部收成完了 那就等下一期 这是大爱农场的厂长李瑞华 他正陪着花莲区农改厂的 助理研究员林立 视察这片广达21公顷的台塘租地 这个农场的定位是叫做慈善农业 那会成立也是因缘于 42周年庆上人也提到 世界粮荒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 那要我们洗粮之外 那么想说或许我们有个实际的行动可以做 因应气候变迁 以及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 慈禧的慈善农业正在起步 但低碳农耕的概念与方向 正考验着所有有心实践的农夫 好像事情已经有了默契 2010年的9月底 台风接二连三来了四个 才刚经历美激台风侵扰的农夫阿燕 正忙着在雨亭的空档 到西旁的菜园种菜 已经连续下好多天了 到现在终于有一点停一下 那待会儿我应该还会再下 因为看天气 那这下雨呢 影响到你们的浓作吗 浓作不会影响 是整个跟座的操作的时间会影响 所以要赶快把它种一种 要不然等一下就下雨了 或许是提供疲劲 几个台风对阿燕的菜园 都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所以两个台风行程 不用怕 等待结果而已 危机管理 危机意识吧 因为危机不能管理 菜园只有从刚刚到那里 为了保留周遭的植物生态 阿燕与弟弟种菜不撒除草剂 不用农药 不种植单一物种 因为他们坚持做个低碳农夫 有机农业并不代表是 非常的低碳 那很多的有机专业的农民 是用高淡的一个栽培 所以他们全部都是要由 国外进口的东西来使用的话 那所以一个高碳栽培 那并不是一个低碳栽培的 所以我们在推的是 我们在地可以拿到的东西 种出来的东西 再回归 回归这个在地 就是卖给在地人的话 那个是最低碳 一家都是慈禧人的赖椒宴 满怀着爱护土地的理念 在父母的支持下 只身前往日本长野的农业大学取经 学习日本农业技术 希望能找到属于台湾的低碳农耕 我要出国那个时候 我妈妈就讲 如果你真的要学农业的话 就是要学没有农药 跟没有化学肥料的农业 惯性的系统 跟他们又慢慢地进入有机的系统 把很多的系统把它结合 所以技术上很多的技术是传统 但是跳出来的是一个 有机的一个材料 或是一些想法 做法 不过回到台湾后 阿燕并没有学成威国的喜悦 反倒是遇到重重阻碍 第一当中了三十几种 才收了三种 然后卖了三千块 那是第一年 所以五年之内是没有什么赚到钱 都是了解 扣阿爸和阿父 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当地 用一些比较当地的一个方式 来做有机栽培的话 可能肚子填不饱以外 还要连累到家人 但是阿燕从没有灰心 她在自家的屋顶 利用回收的器皿 从事农业改良 并将日本习得的技术 把田里的杂草与稻谷 制成有机肥料 试图建构出属于台湾的低碳农业 台湾稻米一年两收 每到收割时节 便可看到农田烟雾弥漫 处处都在焚烧稻梗 而烧完之后 黑色的有机碳就随着离田 进入土壤而成为有机肥 但是焚烧稻梗不仅污染空气 妨碍行车安全 甚至还会排出高碳 增加地球暖化的机会 所以传统认为的有机肥 反而成为碳排放的制造者 两边是 这个已经开孔了 对 对角 对角有一个 这样就好了 现在是先把那个桶子堆开 然后做一个装饰型的稻壳炭 简易型的燃烧的容器 然后再把稻壳放进去 赖椒宴从日本锡农归国 就决定改良台湾的有机农耕 因缘忌溃之下 开始与金社的师傅 携手研究 如何将田中无用的稻骨 转化为有用的肥料 碳化稻骨是很好的天然堆肥 过去的稻米打鼓后 留下了许多稻壳 没有什么用处 农夫们丢稻田中也很难腐化 花莲金社的师傅们 用闷烧的方式 使稻骨快速碳化 不仅不会排放很多二氧化碳 又能够把不要的稻壳 变成最佳的肥料一级两得 这个要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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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沟头 要把那个缝隙粘起来 让它那个氧气隔起来 要沟头 好 这个要做工程的阿摩头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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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水 对 对 就是跟苗仔的药包打开 打开看 它如果没有烧 就是完全都没有 你苗仔看这里 它如果没有变黑 没有的时候要再烧 再稍微一次 再重序 重序刚刚的程序再一次 烧更久的再烧起来 这样就好了 有机磷跟质的来源就是利用 做碳化的过程来 取得的 对 不然因为我们智能界 因为一般的药 我们分解的时候 其实它的 林质都很少 你如果要有机磷就是靠米粉 有机磷就靠米粉 有机磷就靠米粉 化学的来源是 因为工厂制造的污染 高污染 那我们这个是 所以比较 不能说完全都没有 但是它已经降到最低的污染 又是植物性 还会很简单拿到 因为我们生病就拿到 我们知道就有了 像我们家家拿到就有了 低碳农业的意义就是 我们这个 投入在农业生产的 外部的资源 能够越低越好 那这个有三点可以做得到 第一点就是 采用有机农法 那采用有机农法呢 那减少这个化学荣药 跟化学肥料的 这一个使用 然后增加有机肥的使用 那这一些都会 大幅度的降低 我们的这个碳的投入 赖椒燕与师傅们 采用的低碳人力耕作 似乎与国际缺粮危机 背道而驰 但是为了节省人力 而采用的高碳排放机械工作 为了廉价取得食物 而鼓励的大规模开采 不但带来了气候变迁 回过头来又开始严重影响 人类粮食的供给 以前的这个农业形态 其实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以小龙为主的 这一个农业形态 那这个跟美国的想法不一样 美国是说 我要用大龙的方式 来经营农业 那么让这一个农产品的 生产成本降低 可是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得到好处的就是大企业 还有大龙 那小龙就活不下去 因为小龙没有办法跟大龙竞争 梁架的准备要飙涨 蠢蠢欲动 带动的经济 带动整个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所有这些都缓缓相扣 没有办法有一个地方能够 独自世外桃源 自外于整个全球的气候变迁 回过头来我们要看 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回归到自然农法 回归到土地 把我们休耕的农地 让那些失业的人回到土地上来 让我们现在用休耕的补助 来补助这些人 回来产生一批农业大军 粮食危机逐渐浮现 唯有提高国产的粮食比例 宣导在地生产在地消费 并多食蔬果拒绝肉食 才有可能化危机为转机 不想因为高碳耕作而破坏环境 赖娇秉持着友善土地的理念 每个月他都和弟弟到宜兰东山的 大宅院友善市集 去销售他们的农产品 卖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把低碳的概念行销出去 像这样的小农市集 在全台湾有十多个 也吸引了许多支持同样理念的在地消费者来捧场 不过比较起了全台湾规模最大的西螺果菜市场 两者的差异力见 这里就是西螺果菜市场了 全台湾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蔬菜 都是集中在这里在批发运销出去的 如果休业一天 就可能会让台北人陷入了无菜可吃的窘境 不过这样大规模的一个产销模式 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碳足迹 已经开始受到了全球减碳意识的挑战了 如果食物都是选择在地的或是当季的 是不是就可以让每天都要开口吃饭的这件事情 不会等同于是制造碳足迹的货源呢 宜兰大宅院友善市集成立的时候 就是希望把这样的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的概念 推广到了社区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一同为环境的美好来努力 初号养化田的李旭登以前住在台北 在宜兰找寻到适合孩子的教育原地后 举家搬到宜兰东山 我本身住在台北县新店 那因为最早来自然是因为要来种稻子 朋友找到来种稻子 养化田的老婆平日教书 她就和朋友租了一块地转做农夫 以最不干扰土地的方式耕作 想要从十一住行中实践友善土地的都市农夫 越来越多 但养化田不只是当了农夫而已 她希望透过推广 让更多社区的人一同来体会 保护环境 永续地球的生活方式是多么重要 之前我在做雨水收集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理我 因为只有在做 下次因为做这很好玩 他才会理我 那我们现在这个五冬泥洋水系统是这样 是模拟 我把水打到模拟雨水下来的状况 洋化田不仅在宜兰务农 它还在社区推动雨水回收 没有雨的时候 就拿来灌溉农田交灌荒木 他们家除了饮用水之外 所有的水源都是老天赐鱼的 其实雨它是很干净 雨水是天然的 蒸溜水 然后 可是在天上 从雨水从天上掉下的过程 会碰到漆漆的排放物 漆漆的排放物 漆漆的排放物里面的硫化物 所以水跟它结成硫酸 那就所谓的酸雨 那当然你在局里面 或空气中有些灰尘 那我们局里面有些落叶 有些灰尘脏东西 所以一长雨下来的时候 我们前半段的水是不收 因为它是 所以把这些脏东西带 其他帮我把空气中的那些东西清洗干净 那个雨的后面是很干净的 第二道过滤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像养鱼有沒有 水质像那种过滤棉 它可以再过滤更细微的东西 第三道过滤棉 我们的饮浮满面 会有个高度 它是可以沉淀 所以来讲这样清流下来 水就很干净 你玩完了没有 好 玩完了我要做肥皂 我要玩 好 那给你们在拆一下 我现在做的东西啊 可以啊可以从那边 清氧化蜡它是强碱 它有非常强的腐蚀性 所以做的这种 最好是戴手 穿长袖 我今天做五公升的油 五公升的沸油 一公升沸油 一公升沸油要兑140克的清氧化蜡 350克的清水 我现在把清氧化蜡 浓到水里面来 这是我们设计妈妈 她这样也会做 两个看一看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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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肥油肥皂的过程 你会拿到不同的油 然后你就看那个油 跟做出来肥皂的状况 如果那个油做出来肥皂很好 或者你看到油很清澈的话 就代表那家餐厅 或那家摊位的东西 你可以去吃 有的油 倒出来很脏很重 那待会儿那家店 一直在重复使用那些油 那就不太好 还蛮清澈 而且这一 其实你看里面是蛮清澈 现在你画过去 你看里面有痕迹的 这也很清澈 它大概什么程度 大概没乃滋那样 你看看 这样就可以了 它是使用油 它在做的东西 这东西是可以被分解的 所以它就不会产生那些东西 最重要是它可以被分解掉 所以对环境不会有污染的状况 那我们希望说在社区 每一家都用这个东西来洗碗 洗衣服 洗地 你看清洁的地方 我们都用这个东西 那会对整个环境 会很好 也是为我们下一代着想 那这模型就是 一般那红茶店 它们在装 装红茶那个底座 那一般它们在这里是丢掉 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就可以废物利用 而且 一般做肥皂模型都很贵 那这个 这就不用剪了 成型的话 我就拉起来 你看 那肥皂一两处封干 这时候它会进去退茄 把清洋化的茄 慢慢的反应掉 那这张要封干四十五天 到 一般我们四十五天才使用的话 就不伤手 直接到现场去讲解 对 因为 现在大部分就在推这些 里面的摊位的东西 那今天先送小孩子上去 对 本来是从我家做手 因为它下到里 那水垢埋起来 这也有变道 那学校现在做工程 要绕比较远 所以我们在旁边 照一家旁边开一条变道 很特别喔 小朋友离开朋友上班 他们今天是要去打扫 那家长的话就去帮忙 然后学校会排一些 家长成长课程 我只计你不行排长 喂 我要去学校 一两个过程 会认识一些一两战地的朋友 就认识了华特尔的家长社群 然后觉得这样 一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来讲 小孩子来读书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刚好小孩子也要读书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 就全家就过来 拜拜 你停外面 等一下我们车都要出去外面 好 外面找个地方停 我们早上来就是 如果有 有那个 就直日的要 就是要负责搬东西 但是我们也忘记得直日了 反正来 今天来的就搬一搬 都是这样的 种了菜得有地方卖 氧化铁来到友善市集 里面相同的人和产品被集合在一起 志同道合的阿燕 也和氧化铁成了好朋友 其实成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 当初五六个人而已 那后来我们就慢慢有一些伙伴加入 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开会 然后到最后我们觉得可以 成一个市集的时候来 就大概有十来个左右 还有朋友 就是在地的人可以买到在地的东西 那这是在地化 然后可以做比较一个 比较没有一个农药 没有化学肥料的一个栽培 那一般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共事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观念都不错 所以才会成一个市集 2009年10月成立的大宅院友善市集 每个月开市两次 这里集合了施行友善土地耕作的农友 不但贩卖有机低碳的作物 还能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 它这个市集最特别的地方是 你看我们这边是小农 那边是家长 那一个市集不是只有农家农民而已 是跟消费者就是一般的人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很热心的在帮我们 那我们当然也是很热心的在回馈一些 大家互动的一些观念 因为在这里你看大家像朋友这样 一个月来见两次 大家像老朋友 所以他们都比较老 大家像在寒暄 然后相处在一起是蛮融洽的 这是突然那个感觉吧 那个feel是很match 所以你会觉得 所以那个凝聚力会比较好一点 好 加油 五分你两秒 你要帮我看好 你没有戴手表 每次市集都会举办一些小活动 最新的主办人表达大铁 他特别把家中负责交换的雨水回收系统 做成了小型的浴水回收系统 他想教会大家 如何做出一套免费的蒸溜水供应系统 让大家不怕缺水 平日还可以省水 好 来 后面你一块肥皂 快 你知道吗 我们自来水 那个自来水工 一度自来水要三十块 可是政府给我们收十一块 便宜啊 很便宜 很便宜 那不够钱谁出 你今天很便宜 对 政府这个钱哪边来 我们的 你爸爸妈妈的税金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接用水 接用水第一个是我水要少用 第二呢 我可以来雨水这么多 把它拿起来用 这两个菜户要订定 我说不行 你要给我来这边卖 你要吗 这是宜兰 从事低碳有机农友们 最忙碌的一天 除了贩卖农作物 他们想推销的 其实是照顾土地的概念 友善是友善土地 友善消费者 也要友善生产者 这是我们主要的友善对象 所以我们用这个精神 来去寻找 这些生产者 也要用这个精神 去跟消费者讲 我们 主要是在照顾土地 在适当的季节 买在地新鲜的食材 这就是照顾土地的具体表现 这样他们也才能放心的 种植适当的作物 并以合理的价格 售出健康的农产品 所以我们看广告 都说保湿成分就是甘油 所以这个洗完之后 手不搅、手不搅也不会规裂 反而有保养的作用 蛤? 怎样? 电视勾文 电视勾文 要自己来勾文妈妈 要不要 没有来扣刀 没来扣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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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湿就是 有没有 有没有 与其然变化 不仅说我的变化比较多 对 那其实我会感觉到 我更 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我跟这个地方的 包括这个土地 这个地方的人 物 我跟他们的 更密集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密集了 好长度啊 他的掌 我发现我不像说我在台北 是一直很冷漠的 看这个社区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反而是 自身社区里面 我觉得 也会那种氛围 让我 愿意走进来 走进社区 走进人群 所以我觉得是 反而是我的改变比较多 我们每天吃不完的厨余 每一分都是取自于大地 每天随手一扔的纸张 每一张都是树木的分身 但我们却极少正视自己制造的垃圾 反而将这一切 视为是理所当然 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及生存 发展出了种种策略 一开始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开始改良农耕方式 那接下来呢 因为人口暴增 家住在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9世纪工业革命至今 也不过是200年的光景 世界人口已经从6亿 增加到了将近有70亿人 为了喂饱更多人 人类选择更加失衡的掠夺地利 人类文明的开展呢 也带来了垃圾污染 和食物供需失衡的问题 而且还变本加厉 在台湾从事环境教育 已经有20年的Peter 就看到了这样的问题 20年前他来到了台湾 就与宝岛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也爱上了台湾姑娘惠怡 两人结为连礼同心同行 在全台各地推动 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他努力地告诉人们 不只在乡野在都市 当你愿意种下一颗种子 希望的芽就会萌发结果 这群人是文山社大的学员 他们跟着Peter 一块将这片都市少见的绿地 透过简单的浓耕之势 十几岁的 就看到自己住的地方 环境越来越 就是被一直盖房子 然后马路变更宽 然后很多污染的问题 什么的都会让我觉得 有责任要影响我们的环境 要有好的影响 Peter与惠怡刚认识的时候 一个是游学台湾的大学生 一个在榆林的小镇里教英文 他们从没有想过 多年后会成为夫妻 会开始过着低碳的农耕生活 人很好 环境很好 都市以外的环境很不错 还有很安全 社会很安全 我觉得这些都吸引我 都让我觉得很舒服 就觉得不错 青少年时期的Peter 就发觉自己 与世界上其他的生物 非生物是紧密相连的 渐渐地他开始学习各种 对地球友善的生存技能 知识 并尝试在生活中实践 1999年 他在澳洲完成 永续生活设计认证课程 之后来到台湾 透过实践 练习来增加经验 这个中药行 不晓得会有没有跟你讲 就算给猪吃猪吃这个 会非常的健康 后面那排可以种椰浆花 然后 多余的可以放在香蕉圈的内 在都市做再生资源的设计与研巴 是Peter的兴趣和工作 像是规划屋顶生态农园 街道农耕 阳台生态化利用 社区堆肥系统 与水回收 配动式太阳能设计 都是Peter永续生活概念下的实践 拿两条 放两条吧 对,比较好固定 来 让都市的资源回到这边 然后收集 就让这边变成很丰富的地方 可能会让更多人尊敬这边的 然后想要不要盖大楼 要更多空间 他们相信每个人都能透过小小的行动 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即使是缓慢的生活小革命 都能在生活中减低耗能 确保以永续的方式制造与消耗 啊,终于在哪 Peter与慧怡经常四处演讲教课 并且透过实作 希望更多人知道土地的美好 苗里的有机稻场 特别邀请他们教导农友 学习这套取之于自然 用之于自然的农耕法 你这样子放它 你再过三个月 应该还是差不多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放一些臭的东西 一些有蛋的东西 这个很好 Peter运用了基本的化学原理 教育学员如何做好堆肥系统 越多堆肥种类的话 就是微生物就会很喜欢吃那些东西吗 嗯,应该是会有更多的微生物 你做的系统也要小心一点的 然后比较谨慎 就是那个 寄生虫的这个问题要先研究 然后先确定你做的系统是很安全的 要不要有一些插在上面 可以的 就是把那些蛋像的箭头 要把它拉回来 就是本来是废弃物把它变成 可以用的东西 变成一个资源 让它更有效率 然后更在地的 不用外在的能源素 在使用水的量 我们要做的是鼓励人 因为现在就是人 比较就是会没有希望 看到报纸会觉得 都是不好 就没办法改变我们的世界 所以我们最能够影响人 或是能够帮助人是说 真的是有可能 有无限的可能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然后之后 就每个人做一些 他可以做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有很大的改变 我看哪一组集合得最快 越近越好 来 已经都看到 刀子的花了吗 没有 不是粉黄色的 好嘞 花是怎么开的呢 隔天有机道场 来了虎林国小 校外教学的学生 原本幽静的农地 顿时热闹起来 慢慢下 谁要先下 我 好 一只脚 下来 冰冰的 水冰冰的 就下来 就下来 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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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穩的 踩穩的 后面那一只脚 踩穩的 踩穩的 踩穩的没 那一只脚过来 看完花田 你站着哦 站好了没 看完花田走一次哦 李文华是有机道场的主任 五年来不断思索 如何让小朋友了解有机农业 他用生动活泼的解说 让稻田变成认识自然的游乐场 不过要让习惯城市生活的小朋友走入自然 走进稻田并不容易 一般小朋友总觉得泥土很脏很黑很危险 这些想法原自对自然的不了解 一步一步的滑过去 你以前有走到田里面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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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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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蛤 蛤蛤蛤 蘿蔔很好玩的 無聊 小燈 小燈 你今天抓幾隻蟲啊 四隻的 兩隻 你第一次來田裡抓蟲嗎 很棒 好玩嗎 好玩 小燕那是什麼 你知道那是什麼蟲嗎 小燕 有 其實你如果跟著小朋友 慢慢的走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說 到田裡面怎麼這麼 就是這麼好玩 對 他不會覺得 剛開始下去他會覺得 泥土好髒 他很害怕 到最後你看他這麼自在的 在稻田裡面走著 很享受 然後還可以去 去享受 稻田田間的這些昆蟲的時候 他對那個泥土的恐懼感不見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我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對 就是那種親近感已經蠟茎了 好笑喔 很笑喔 很笑喔 就剛好一隻腳 小燕你好嗎 還沒啊 小燕 小燕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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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這隻更大隻給你們看 唉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鎮大隻的在鎮 那是鎮金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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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馬馬過來幫忙 或者是说 其实种有机并没有那么的难 或者是有机稻田 它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我们应该要来鼓励 这样子的一个耕种方式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心灵沟通 小朋友笑闹间真的学习到了什么吗 就通过他们自己去拔杂草 去抓虫 然后这些未来就我们分享 串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大自然 其实造物主本来就设计的好好的 我们不需要用外加的力量 譬如说农药 去驱逐这些虫 去杀害这些虫 我们的作物才能够长得好 透过他们自己亲身的去验证 他们更能够对这样的事情 更能够有深刻的一个经验子 或是刻在自己的心 还暖的 今天晚上坐在饭桌前 同学们将口沫横飞地诉说着今天的遭遇 也许在他们心中就能剥下一些友善土地的观念 慢慢培养出与环境共生的深层价值 将教学融入生活 让观念自然生根 Peter与慧怡认为人应该亲近土地 在不同的角落里 也有许多人呼应这样的想法 这是日本东京大手钉的商业大楼 从外表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来到室内 灯光下竟然有一片水稻田 脱下高跟鞋 换上雨靴 再拿起镰刀 这些年轻女性一身上班族的打扮 却对眼前的收成满怀期待 最佳企业聘请了八位专职农资 并使用科技的方法栽培 电风扇受粉 灯光帮助稻田进行光合作用 小小27坪的土地 一年有三次收成 大约是50公斤 论成本可以说是全东京最贵的水稻田 但是它带来的心灵疗愈功能却是无价 都市农夫们在收成后开心的合照 笑容里藏不住的是人类清静自然的喜悦与满足 鲜红绿滴的番茄 紫色饱满的茄子 这些蔬果不是从遥远的农村运来的 它来自人口稠密的纽约屋顶农场 我认为它开始了一种种草原来的 核草 我一直在核草 两个冬天开始 我开始想想 什么是这些重强的高楼顶 这些重弱的压力量 像是在纽约市 八八草流流汗 田野的乐趣 纽约天际线的高楼顶 一样享受得到 七年前工程师法兰恩尔搬到纽约 现在却成了专业的农夫 一头栽入120平的屋顶空间 而且还和另外五栋建筑物联盟 企业化经营 在地当令食物供应附近餐馆 减碳又新鲜 果园还可以减少屋顶直接曝晒 具有冷却节能的效果 同时灌溉系统也利用雨水减少浪费 这样屋顶农场的概念 让钢筋水泥丛林摇身一变 成为现代农村 金黄的稻碎在熟练的动作下 一把一把收割 经过敲打 稻碎的骨子就掉在准备好的网袋上 这样传统台湾乡村农忙景象 是发生在台中市区的工厂屋顶上 放火又装菜了 菜是种下来的 这就种地方改变图屋顶 这样啦 没有是没有 以前本来是没有想要捕图屋啦 最漂亮的现在这种种 蔡青每天清晨都会到工厂顶楼的这片农田耕种 进两百坪的空间隔出四十坪种到 剩下的空间种菜 剩下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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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头都要啦 没有头都要啦 没有头都要啦 吃啊 肥子都是油肌肥啦 都买那种土粉来的 来到的啦 辣不落的化肥啦 家庭没有啊 我就买一些粉丝籽的 这买一些那买一些 买一买的 买一买的 有啦 还要走心 鱼们是为了休闲健身 蔡青却在耕种的天地里找到乐趣 至少应该就是三四个小时 一到花果丰收之际 还要动员家人和邻居帮忙 看着亲手种植的作物长大 不再是都市人的想象 体验丰收的心情 已经在城市巷弄间蔓延开来 都市自更农将会成为居住在 霓虹灯下的住民最骄傲的职业 如果这个风气可以蔓延 享受美食的同时 大地也将减少叹息 低碳农业强调的是在地生产 在地消费的小规模农业形态 这些都是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如今却逐渐失伪了 这群从都市回归了乡间的新时代农夫 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抱有土地的美好 让这些失传的自然本能 耕作技巧 看天吃饭的本领 透过了学习和了解 用另一种创新的方式 将潜藏在我们写意当中 爱护自然 珍重土地的心 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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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